此暴制乱 回復社会安宁 从振旅游业 8月29日香港旅游业雇员总会 香港正业导游总工会 香港外游领队协会和香港旅游业导师协会 在香港特区政府总部前请愿 即特区政府疏困解难 支持旅游从业园渡过寒冬 请愿人士首持旅游寒冬从业园 残残残 只抱纾困旧香港 快快快的标语 高呼恢复社会安宁 重建游客信心等口号 并向政府代表递交 致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的情愿性 香港工会联合会副理事长梁芳源表示 6月以来连串的暴力示威活动 严重影响旅客防港抑郁 防港人数持续下跌 近八成导游失去工作 工作中的导游收入也大减七成 整体旅游行业从业员生计受到严重影响 是香港旅游业面临最艰难的时刻 堪比实际地震 香港专业导游总工会主席于利华一表示 原定于9月10月来港的旅行团已经全部取消 工会自6月起 每天都能收到十来个导游的求助电话 临时停工使他们难以维持生计 只能靠节衣苏时度过旅游寒冬 9月10月这些团全部取消了 我们还收到一直到12月 一月份那些团全部都取消 我们的导游因为首庭就口庭了 因为我们很多是没有底薪的 只是做一天就有一天的人工 所以在这里他们有些生活 就相当是我们说的很困难 很多家庭都有很多小朋友 还有善养父母的 所以现在这样停了之后 他们现在就比较艰难了 所以现在很彷徨 现在都不知道怎么 所以现在有好些导游 跟我讲到真的讲到眼泪都飙出来 纪念59岁的潘玉玲 是香港一名带本地团的导游 已从业20余年 他称自己从未遇到过 这样艰难的情况 感觉十分难受 没有生活 没有生计 没有公开 我们现在基本上是没有了八成 原底我们都OK的 就是各个星期我们都可以有公开的 或者是平时我们都多的 但是现在就很悲 对香港我们都不知道 可以几时到有点活力 我们香港是一个很活力的 有朝气的城市 那些人是很乐观出去玩 有赚到钱就会出去消费 但是现在这样的环境 我们真的不知道 我们要挨多久 对不起 我们真的很悲观 我们在香港大 没曾见到 没曾见过这些环境 很难受 据了解 截至目前共有31个国家和地区 对香港发出旅游警示 与旅游业相关的酒店 餐饮零售等行业 也受到重创 个别地区酒店的入住率 下跌幅度达30%至40% 零售业创近三年最惨零售业绩 据香港餐饮联业协会预计 仅6月7月餐饮业流失的 营业额可能高达20亿港币 记者近日走访香港商圈 和旅游景点时看到 昔日备受游客欢迎的旅游景点 人数寥寥 不少商家门可落雀 对此 梁芳远称 旅游业是香港四大支柱产业之一 旅游业受挫 将为香港的经济带来深远的影响 希望特区政府果断采取有效措施 尽快止暴治乱 恢复社会秩序 驻香港走出困境 当天 香港四大旅游业协会 一向特区政府提出六项建议 包括聘用旅游从业员 担任旅游大使 在机场 陆路口岸和码头服务旅客 市立紧急事业救济援助基金等 协助从业员度过寒冬 梁芳远表示 旅游业界希望与政府携手合作 用贴心周到的服务 扭转公众对香港的不良印象 向游客展现一个 有善有秩序的香港 希望东方之珠 依旧散发光芒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在 dro瓣上跟市民攏开宾 在福尼亚发光芒 是我们安排港